看看这套题 题目要求的是 对数方程有多少个时数解 那左边呢是以二为底的一个对数 是2x的三次方加上7乘以x的两次方 再加2x加3 整个对二为底做对数 那右边呢是三乘以log2x加1 再加1 那面对对数方程呢 我们首先呢要想办法把对数去掉 对于对数的运算呢 我们有logam的n次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n乘以logam 根据这个呢 那么方程右边的三乘以log2 括号m加1呢 就可以把前面的那个3放回去指数的位置 好这里写一下 右边log2 括号2x三次方 再加7x2次方 再加2x加3 是等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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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g2 括号x加1 的三次方 把3放回去 然后再加1 好 对于1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继续 继续 x加1的三次方 再加 log2的or 这个呢 其实就是1 好 再下来 我们 我们两个数相乘 再做对数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loga的m乘以n 那我们可以写成 logam再加 logan 好 那右边这块呢 就可以把它并起来 就变成是 以2为底的log 那其实呢 那两块呢 就可以相乘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2乘以x加1的三次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两边的底都相同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对数拆掉 那就变成 2x的三次方 再加7x的2次方 再加2x 再加3 等于2乘以x加1的三次方 右边 右边 这个x加1的三次方呢 那个完全立方公式 完全立方公式呢 我们 a加减b呢 的三次方呢 就是等于 a的三次方 a的三次方 加减3a的平方 b 再加3ab的平方 再加减b的立方 把右边 把右边 展开 我们就可以得到 x的三次方 x的三次方 再加3x的平方 再加3x 再加1 好 进一步 我们可以得到 2x的三次方 加6x的平方 再加6x 再加2 把它划减 我们就变成 x的平方 减4x 加1 等于0 判定这个二次方程 它的时数减的个数 就是这条题 要得到的答案 好 看看它的判别是 b的平方 减4ac呢 等于多少呢 就是16减4 也就是12 那肯定有 它是大于0 肯定有两个解 然后它的解是什么呢 它的解是 x等于 二分之 负b 就是4 加减 16减4 那也就是 把它划减呢 就得到 2 加减 根号3 这两个解呢 都是大于0的 然后我们再检测一下 根据这两个 大于0的解呢 再带回去 左边 这一块 它得到的 也是大于0 那也就是 x2x的 立方 加 7x的 平方 再加 2x加 3呢 带进去呢 这两个解呢 这一块 是大于0 同时 右边的 那个 x加1呢 这一块 也是大于0的 那所以呢 进一步说明 这两个 都是 这个对数方程的 合理的解 题目所问的 这个对数方程 有多少 十数几呢 答案就是 两个 2 加减 根号3 1 2 1 1 2 1 2 1 2 2 1 2 1 1 1 2